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今天不想去来谈这么高深的理论和研究它的原因 我是就我们缺少逻辑思维能力而与西方社会 尤其是我们英尼到了西方这个国家 我们与他们主流社会因为逻辑问题会什么冲突 和大家彼此不能够理解的地方 那我主要是谈的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表现 具体的一些表现 因为逻辑问题产生了一些和西方人交通的时候的一些表现 那首先呢 我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还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外教 也是加拿大的人 他呢 有一次就跟我说 他有一次上课 在提问同学来回答问题 那么叫到一个同学的时候 这个同学就没在 然后他就问 这个某某同学今天怎么没有来呢 然后旁边有人就说 回答说 哎呀 你这个同学平常都挺好的 他挺喜欢你的课的 怎么怎么做 就围绕这样子的回答来说 这个外教呢 就特别特别的不能够理解 下来就问我说 我只是问他为什么没有来 他是病了 还是有什么事情 因为也没有提前给我请假 我们点到他的时候 他才 我才发现他不在 他是怎么回事 但是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就直接就告诉我 他是病了 还是有事了 他又反倒说的是 他很好 他平常挺喜欢我的课 所以这个老师是个西方人 加达人 他就特别特别不能够理解 他的答案为什么得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听他说了之后 我第一次就感受到 非常贴切体会到一下 我们这个逻辑 思维能力不足 造成和西方人沟通的这个障碍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很多移民 到了西方的国家 我们其实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真的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分享分析给大家 最主要的物理是想帮助大家 能够更好地融入到主流的社会 就是我们注意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调整自己 让我们能够融入 我们才能够很愉快地在这个西方国家生活 那么到在这个西方国家 我也到处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逻辑思维不足 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障碍 那比如说 我在我们的办公室是有各个 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移民 安顿找工作 我们所以办公室各个族裔的人都有 但是我们的主流是白人社会 白人的办公室 那所以我们都是在帮助移民 所以经常我们开会就要在一起分享 这个经验啊 讨论怎么如何怎么恰当地帮助移民 所以有一次他们就问到我们中国人 这个找工作的障碍是什么 然后我就回答说是文化 文化的障碍 然后他们就让我举例子 我当时就举了个例子 我说比如说我们如果问到 你在你之前工作 办公室里边如果你和同事发生冲突 你是怎么样处理的 然后我说我们的答案经常就是 I'm very friendly I'm a kind person 我当时说完这个以后 我们不想说 哇 大家全都笑了 就觉得这个笑不是恶意的 就是说是不能理解 觉得很滑稽的 就是人家问的东 你答的是西 人家问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说你是很 非常善良 非常友好的一个人 你就根本没有达到怎么处理冲突 这个题 所以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 那我呢也经常在工作中 就帮助这个我们的移民找工作去写简历 那我在帮助写简历的时候 我就要问大家的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背景 所以呢 我有一次我就帮了一个 大陆来的高知 高级知识分子 在谢简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之前的工作经验是什么 他说我是教授 我是大学教授 然后我紧接着就问 我说那你具体做什么 他又说 我是教授呀 我是教授 哎呦我就又在于问 我说我知道 我说你是教授 我说你做教授的时候 你具体做哪些事情 所以这个还是 我觉得就是我也我是中国人 但是呢 我就感觉到我问的东他答的是西 对吧 我问你做什么 你做教授的时候你做什么 他就一个劲儿说我是教授 我是教授呀 所以这个 哎呦 我觉得真的是啊 就大家可能到了这边 西方国家 可能你真是要好好的注意啊 其实比如说刚才这个例子 他在跟我教授的中间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 我就最后就跟他具体的说 我说你在做教授的时候 你具体都做哪些事情 当然他马上就 哦 然后他才开始想啊 就算是我一看他的状况 也是常年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思维状况 所以他就 没有 没有一个习惯去想他 说他 教授 教授还用说做什么吗 对吧 教授就是教授 他意思可能就是这个啊 就是教授 科研 写论文 嗯 然后你让他具体说 他就好像很奇怪 他觉得反倒很奇怪 但是这在 西方国家啊 你在简历上 你不能光说教授就完了 你一定 教授下边 你具体一 做了什么事情 二 你都常常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历 所以这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 当然是大的 是个文化的问题 小具体来说也有个逻辑 就我跟他的沟通上 就出现一个逻辑的问题 啊 所以这些表现啊 我给大家说的话 大家都可以 我们自己 可以联想一下 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存在不存在 这样子的一个 逻辑沟通障碍啊 我们如何该调整自己 培养自己啊 当然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再分享一个问题 话题啊 就是 经常啊 我也是在培训 我们的找工作的移民 我就问他们 我就想让他们 注意到调整自己这个 逻辑 逻辑思维能力啊 我就这样问他 我说你是如何管理时间的 啊 那么很多人的答案 也是无花板门 也是很少达到这个 他是怎样管理时间的啊 二人说 哎 都别当 你别担心啊 我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好 你看这个就跟我的提示 完全不扣 啊 我问的是 你的时间管理能力怎么样 他说你不要担心 啊 我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好啊 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啊 时间就是今天 时间就是 呃 生命啊 就是跟这个 怎样管理时间 也是很不扣提 这个逻辑上的一个 不对称啊 呃 所以呢 今天分享这个话题呢 就是 呃 想让我们好好地反思我们自己啊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反思的 呃 一个人 我反思我就要调整自己 我也希望有 跟我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啊 一样的来反思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 我们移民到的这个国家 呃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 最热 接地气 玩玩乐乐 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